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伯利恒城外的郊野之地有一群牧羊人 他们在夜间的时候按着班次轮流地看顾着羊群 事实 夜空深邃 繁星点点 这群牧羊人正在美美地打着盹 忽然他们的身边显现出一个荣光的天使 在黑油油的郊野中 耀眼的荣光显得格外亮丽 把这群牧羊人都吓得目瞪口呆 不知所措 只听那天使道 大家不要惧怕 我是神的使者加百列 我来是要报给你们一个特大的喜信 这是关乎世上万民的信息 你们且记住了 因为就在今天 就在那大魏的祖城伯利恒 神派了他的儿子作为你们的救世主 就是神从前应许过你们的弥赛亚 如果你们进入城内 必会看见一个婴孩包在部中 卧在马槽里面 那就是神赐的记号了 众目羊人正听的发愣 又见一大队天兵从天而降 站在加百列的旁边 他们跟着加百列一同高声赞美道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唱罢之后 加百列和天兵顺然升天而去 刚刚热烈的场面一下子回归于万素聚集之中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夜空依然那么的深邃 依然是繁星点点 众目羊人抬头看看天 又互相看看对方 都感到恍若梦中 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过了拜上 众目羊人才回过神来 纷纷地 既然天使向我等做了这个奇怪的宣告 我等且去柏利横城中查探一下 看看这一切是否属实 于是 众目羊人急忙进了柏利横城 正巧路过那家客栈 听到婴儿的哭声 寻声而去 果然看见客栈后的一间马槽 马槽中躺着一位产妇 他身边躺着的正是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 这时 约瑟迎上前来 众目羊人就向约瑟和玛利亚道贺 并将先前在郊外所发生的一切 转告了约瑟夫妇 约瑟夫妇都感到新奇 玛利亚更是把这一切事牢记在心里 反复地思量着 接着 众目羊人又把这件事情 传遍了伯利横的大街小巷 听着或为此嘖嘖称奇 或以为无济之谈 到了第八天 约瑟夫妇按照犹太人的仪式 给孩子行了割礼 并且按照天使掌家百列的吩咐 给他起名叫耶稣 过了一阵子 约瑟夫妇又带着耶稣 来到了耶路撒冷城 在那里的圣殿中将耶稣献给神 意思是 耶稣的一生 将按照神的旨意 全身心地为神工作 再说众目羊人将天使报喜的事情传播开来 社会上都疯传这件事情 两年过去了 这事传来传去 最后终于传到了当政者犹太王西律的耳中 西律听到此事 自然是满腹狐疑 他赶紧召集大臣来耶路撒冷他的王宫中开会 讨论一下当前的形势 众爱卿 这两年来 社会上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都说有个神鹰将士在伯利河 据说还有大能的天使宣布说 他将来必是犹太人的救世主 要做犹太人的王 真正为此事有点担忧啊 朕认为 如果没有此事的话呢 大家都混得平安 从前怎么混 以后还是继续照样混 但如果真有此事此人的话 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就要丧事殆尽了 朕的王位恐怕又要坐不稳了 朕要是一玩玩 各位跟着朕混事多年 你们脑袋上的乌纱帽也恐怕都戴不住了 大臣们听了 都七嘴八舌献计献策 即使如此 还盼请万岁速速派人查清此事 以后再行定夺不迟 这时 希律的情报局长踏上前一步 启揍万岁 陈接到手下的报告 说是前两天 咱们耶路撒冷城 来了几位星象家 他们自称是 来自东方的波斯地区 他们宣称 说是有一个未来的犹太王 出生在伯利恒 现在可能也在耶路撒冷城 所以他们四下里打听 这位未来的犹太王在哪里 说是他们特地前来朝拜他 希律一听 惊得眼珠凸起 差点跳江起来 什么 形象家 来朝拜未来的犹太王 难道说 朕将来当不成犹太王了 各位爱卿 你们都是宝学之士 你们是否知道 未来的犹太王 出生在伯利恒这种说法 他的大臣中 也却有人读过 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书 他们就回禀道 启禀万岁 从前犹太人的先知 却是有明确的预言 说是在伯利恒 将诞生一位犹太人的王 这几位星象家 似乎也读过先知书 他们一定知道点什么 希律叙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情报局长听指 朕宁你速速将那几位 星象家请上殿来 这要好好地问一问他们 几位星象家 很快被带到希律王宫 希律并不敢怠慢 亲切友好的接见了他们 他和哀可亲地问 朕听说 几位都是才华横溢 欲满全球的星象大师 久仰久仰 今日一见 几位果然先锋道鼓 超凡脱俗啊 这个 朕还听说 你们是来找未来的犹太王 请你们说说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星象家们都知道了 眼前的希律 是当今的犹太王 都拱手抱拳 以示敬意 回禀大王 事情是这样的 我等住在波斯 平生最新于星象科学的探索 日日研究 夜夜观天 两年前的一天 我等忽然发现 天上出现一颗星 特别的明亮耀眼 与众星不同 我等数为诧异 后来我等一起查考了古经书件 结果发现 这颗星乃是未来犹太王的照相之星 而且经过精确的科学测定 此星应在贵国城市伯利恒之垂直上空 所以我等知道 未来犹太王已经在伯利恒诞生了 古经书卷还记载 他不仅是未来的犹太人之王 而且还是全人类个民族之王 于是我等决定不远万里前来向他朝拜 这不我等走了很长时间 从波斯赶到你们耶路撒冷来 然后想转去伯利恒 一路上 此星都引导着我们的方向 不想到了你们犹大敌面 此星一下子又不见了 我等来此 人生地不熟 意识不知如何是好 正好请大王 您给指点迷津 西律听吧 这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心中暗道 看来 最近社会上的风言风语 并非空穴来风 这几位外国星象专家的说法 正好为此是提供了佐证 不用说 这个未来的犹太王 必定会对朕大大的不利 他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正是天助我也 正好可以借这几位憨憨的星象家 来找到这个婴儿 然后将他干掉 这样一来 就可以万事大吉 朕的江山可是要万万年了 想到这里 西律的脸上笑出了一朵话 几位大师 不必客气 朕完全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 帮你们找到那位尊贵的王 朕立即给你们发放通诚证件 凭着证件 你们可以在我们国家任意行走 地方官员不会刁难你们 事不宜迟 你们赶紧去继续找寻他吧 找到之后 回来也告诉朕一声 朕也想去朝拜他呢 早已有人将通诚证件准备好了 交给星象家们 又给他们指了去薄力行的道路 星象家们也没有多想 告辞西律而去 几个人正走着 抬头往天上瞧 那颗星又出现了 于是他们心中不由的欢欣快乐 跟着那颗星的指引 继续往前走 直到这颗星停在一座屋子的上宫 原来约瑟夫妇已经在薄力行找到了临时住所 此时他们带着小小耶稣正住在此屋 顺便说一句 两千多年来 许多专家学者都想解开这颗神奇的薄力行之星的奥秘 各种说法都有 其中有一种说法是 这颗超亮的星 不是一般的单一行星 恒星或流星 而是木星和土星重叠出现所造成的景象 这种现象每过数十年就会出现一次 而当耶稣诞生之时 正好有这种行星重叠现象 有人还根据这个假设 按天文历史学的方法 推算出了耶稣诞生的准确年月日 但是这种说法并非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但对于圣徒们来说 无论薄力行之星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耶稣确实来到过我们这颗星球 而耶稣自己就是那颗明亮的陈星 言归正传 却说星象家们敲门进屋 正见着玛利亚和他手中抱着的耶稣 他们立即知道 此应正是他们要寻找之人 星象家们并不迟疑 导身便向小小耶稣下拜 玛利亚也并不谦让 因为他知道 他手中抱着的不是一般的小 乃是神交托在他手中的神的儿子 接着星象家们又将随身带来的宝盒打开 拿出黄金 乳香 墨药等珍贵礼物交在玛利亚手中 作为献给小小耶稣的功力 玛利亚客气地将星象家们安排住下 好让他们休息之后 明日一早离开 连日的奔波 星象家们也是疲惫至极 倒身睡下 很快已进入梦境 恍惚之中 有声音对他们说 几位听着 你们不可回去见西律 因为这个西律 不仅要加害于这个婴儿 而且连你们这几个知情者 也不会放过 星象家们醒来 都是浑身冷汗 互相问及 原来星象家们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第二天一大早 星象家们告别约瑟夫妇和婴儿 悄悄地沿着另一条路 回波斯去了 再说身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律 每天舒舒服服地在宫中等着 盼着星象家们回来报告那未来犹太王的所在 可是左等右等 半个多月过去了 这几位星象家如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 西律心中大悟 娘西匹 镇上了这几个家伙的大当 镇发给他们通诚证件 可以在国内个城市中通行无阻 他们一定是在见到那婴儿之后 溜至大吉了 这可怎么办 到哪里去找这个婴儿呢 得了 一不做二不休 宁可错杀一千 也别放走一个 西律咬了咬牙 一个毒气很快涌上心头 他随即下令 来人 赶紧派人去伯利恒城 要来个全城彻底盘查 见到凡是两岁以下的男婴 统统格杀无论 这个西律 平素就以凶残毒辣而闻名 此人不仅杀他 人杀敌人不眨眼 就连他的儿子 兄弟 妻子等等 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只要他看着不顺眼之人 或是他觉得对他的王座会有威胁之人 一概杀你没商量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 除了不杀自己 其他人等 不管是亲事仇 如果有取自己而代之的一丁点可能 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而滥杀无故 比如中国古代隋末史 由于社会上当时流传着一条 趁与杨氏将灭 李氏将兴 隋杨帝就听从了一个江湖方式的谗言 而对天下理性之人大家杀戮 这位西律 就是一个隋杨帝的绝妙的外国翻版 一时之间 山雨越来丰满楼 眼看着约瑟夫妇和小小耶稣 就要大祸临头了 不过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 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么神自然会保护的 早在西律发出屠杀令之前的一个夜里 约瑟一家刚刚熟睡 天使家百列 就托梦给了约瑟 约瑟 约瑟 当政的犹太王西律将要大开杀戒 想斩进伯利恒城所有两岁以下婴儿 耶稣有杀身之险 你得赶紧起来 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速速离开伯利恒 撤离到埃及去 等西律死后 我自然会通知你们 到那时 你们再回来 约瑟从梦中猛然惊醒 不敢耽搁 也将加百列发出的紧急警告 告诉了玛利亚 夫妇俩人草草收拾了一下 抱着婴儿耶稣连夜逃往埃及去了 以后一年多时间 约瑟一家就暂住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一带 小小耶稣由此逃过了一场死劫 只是可怜伯利恒的那些两岁以下的男婴 都丧身于西律的屠刀之下 伯利恒城腥风血雨 处处鬼伤 西律杀了这么多婴儿 究竟有没有把未来的犹太王扼杀于摇篮 他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只是此人双手鲜血 恶魔缠身 在大约公元前四年 也就是他下达屠杀令的同一年 他一命呜呼 去地狱见阎王去了 西律死后 便安葬在圣城耶路撒冷以外 十二公里处的西律堡 也就是他昔日的宫殿 这位杀人如麻的西律 在生前一直煞费苦心地想 保住自己犹太王的王冠 为此不惜杀兄杀弟 杀其杀友 甚至于挥刀自宫杀了自己亲生的儿子 但是他的王朝并没有千秋万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西律一死 他的罗马主子为了削弱西律家族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势力 立即将犹太王这顶帽子收了起来 不再封赐给西律的儿子们 罗马人的具体做法是将该地区的行政大权稀释一份 他们把该区的疆土一分为四 四个地方的统治者仍然安排西律的儿子们来接班 但他们的头衔不再是犹太王 而是降了一级 成了分封王 Tetrarch 分封王的字面意思 就是四分之一地区的统治者 西律身后共留下了六个子女 在其中真正得到罗马元老院的批准 而受封为分封王的 实际上只有三人 三人之中 菲利二世统一东北部 约旦和以东的以吐利亚和特拉克尼等地区 亚基劳统一南部的犹太和撒玛利亚等地区 安提帕统一北部的加利利和比利亚等地区 罗马人后来又时不时地重新划分巴勒斯坦的疆界 时不时地罢免任命个分封区的统治者 不过为了保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 这些分封区的统治者 仍然是从西律家族后裔中选拨出来加以任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世纪末 识人都仍然习惯称这些分封王为西律王 为了分别清除起见 史家们常称试图杀婴儿耶稣的那位犹太王为大西律 Hero the Great 另外 我们在此先行交代一下 耶稣后来居住的拿撒勒 就是在安提帕治下的地盘 加利利地区的南部 耶稣以后的传道活动 很多时候也是在加利利地区 而正是这个加利利地区的统治者安提帕 后来下令处死了耶稣的开路先锋 施洗者约翰 数年之后又与罗马人和谋审讯耶稣 最终导致耶稣被判罪 受刑于十字架上而死 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天使加百列将西律死亡的消息又一次托梦被身在埃及避难的约瑟 既然西律已死 连他的疆土都分了 那么他生前发出的追杀令也就没人理睬了 约瑟一家回巴勒斯坦地区自然是比较安全了 于是约瑟和玛利亚又带着小耶稣回到巴勒斯坦地区 但是出于谨慎 他们决定不再回伯利恒或者耶路撒冷居住 而是回到了约瑟的原籍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小村镇定居下来 从此以后 耶稣就在拿撒勒长大 所以后来人也称他是拿撒勒人耶稣 光阴荏染 时间流水 约瑟和玛利亚后来又生了几个儿女 作为家中的长子 耶稣也在约瑟夫妇的养育之下渐渐长大 圣经上说他健壮而有智慧 神的恩宠与他同在 耶稣也跟着约瑟学木匠手艺 为家中干活 在常人看来 少年耶稣就是一个小木匠 好像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对耶稣的少年时代生活 我们后代人知之甚少 其实 整本圣经只记载过一件 关于少年耶稣的事情 此事发生在约公元十一年 这一年 耶稣约十二岁 却说 这一年的逾越节到了 耶稣跟着父母来到了耶路撒冷守逾越节 节气完了之后 大家都动身回家去了 由于来守节的人太多 约瑟夫妇在回城时发现 耶稣不在身边 他们倒也没有担心 以为耶稣一定是跟着同行的大队人群 可是走了一天后 休息下来 约瑟夫妇问遍同行的亲友们 亲友们都说 没有见到耶稣 这下 约瑟夫妇急坏了 连忙蛇身返回耶路撒冷去寻找他 在耶路撒冷找了三天 也不见耶稣的影子 约瑟夫妇决定到圣殿里面去看看 结果终于在那里找到了耶稣 令他们惊奇的是 少年耶稣正坐在圣殿中的犹太教法师中 跟他们一应一答的讨论神学问题 这些犹太教法师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神学精英 对神学教义都了如指掌 只见少儿耶稣一面听他们讲道 一面发问 他问的问题既深刻又新颖 往往语经四座 让这些犹太教法师们和听众们都感到非常震惊 大家都心想 哪里来的这么个农村小孩 这么小居然能问出这么样问题 死还究竟是谁的学生 想来他必有名师高人指点呢 将来长大必有大出息 约瑟夫妇也听不懂耶稣与教法师们的提问论道 进去将耶稣拉出圣殿之外 一边拉海一边责怪的 儿子啊 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 就自作主张待在这里 而不跟我们回家呢 我们找你找了几天了 可把我们急死了 你赶快跟我们回家吧 耶稣却仰着脑袋回答道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回家呢 你们岂不知道 我应当是待在我父亲的家里吗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耶稣小小年纪时 他已经意识到他和神之间的特殊关系 耶稣的意思是 他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圣殿本是神的家 他自己应该待在神的家里 可是 约瑟夫妇哪里明白 耶稣在说什么呢 约瑟心中暗想 这孩子说什么糊涂话 从法律上讲 你父亲难道不是我约瑟吗 你父亲的家 难道不是我约瑟的家吗 这孩子可能是在这三天中累婚了 才说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玛利亚也不搭话 只将这件事情 默默地寄放在心上 少年耶稣虽然心有不愿 但是还是顺从了约瑟夫妇 跟着他们回拿撒勒去了 关于此后的大约十八年内 耶稣是如何长大成人的 圣经并没有记载 我们大约可以推测 约瑟大概很早就已经过世 在耶稣的家中 除了母亲玛利亚之外 耶稣还有四个弟弟和若干个妹妹 圣经记载了耶稣的四个弟弟的名字 雅各 约西 西门 犹大 这些弟弟和妹妹 都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 从世俗法律上来说 他们都是耶稣的至今 另外 对于耶稣的这四位弟弟的名字 我们不要感到太奇怪 其实这些名字 都是当时犹太人 常喜欢取的名字 不要与其他同名之人相混淆了 且说大约公元二十九年 耶稣已是三十岁 他心智成熟 意气风发 圣灵充满 耶稣知道父神托付给他的大使命 他知道时机到了 从此以后 他将一无反顾地走出拿撒勒 开始公开向世人传道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